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唱歌唱 李宗盛 夜宋听我 听你心话 如幽幽我吃不饭 祈祷民生 夜宋来祝我 祈祀永远的寡欢 夜宋听我 听你心话 夜宋听我 听你心 夜宋来祝我 祈祀永远的寡欢 祈祖 祉兄姊妹 朋友 你们喜乐 我是祥宫区的李欣喜御兄 每天的审欢 再过七天 我正式 届于退休 八年前无单位 因為基本船上有一個職缺 那我想去家裡見 我會同意調到船上工作 待了半年以後發現我不能適應船上的生活 每天船會晃 結果就吃不下去也睡不著 因為一時間也沒辦法再調回別單位 結果就得了憂鬱症 感謝主 那得了憂鬱症以後 那我就多方的請教一些親友說 那這樣應該怎麼辦 我一個妹妹 她是我們主隊的姊妹 她就跟我交通 她說哥哥只有一個人能救妳 那我說誰啊誰可以救我 因為我的長官也問過 我的朋友也問過沒有一個人 他們的辦法都沒有辦法解決我的問題 那她說只有主耶穌能救妳 那我這個妹妹就聯絡我們祥宮區的民居弟兄 到家裡來看望 然後離開家裡三十八年的浪子就回家了 從此我就開始恢復我灶會的生活 然後在灶會裡面實在得了弟兄姊妹的慰良 那神的恩禮一直明到我 經過四年以後 我的憂鬱症主也醫治了我 使我完全的恢復 感謝我的主 上個主日聚會的時候 我有一個見證 見證就是說 我們在今年的時候 中正大區有一個戶外的相調 相調的時候有一個弟兄 教我們做一個健身體 以前這樣教導以後 我就恢復了有規定的做運動 然後在網路上有看到一些報道 就說像童豆 像百香菇 這些都是對身體很好 以前這些東西幾十年都不碰了 但是現在就以前不吃了 現在開始吃了 那我在見證裡面就講 我在年初的時候 我的雙手受傷 沒有辦法停住 那我的兩個膝蓋 走路的時候 一看那個紅燈 想說綠燈還可以快步過去 我就走快點 啪嗒 哭倒在馬路上 因為我的膝蓋有受傷了 這是我年前的光景 那我在見證的時候 我講 我現在可以做見證 我的兩手 我的兩腳 主位也醫治了我 現在已經恢復了八九成 實在是可以做見證 那我這樣的見證 晚上 當天主日的晚上 我們祥宮區 有愛戀海大的弟兄姊妹 那在這個 在宴席開始的時候 之前 那我們有個弟兄 蔡子山 他去跟我交通 他說 他說 你今天早上的這個見證 實在碰到了我的名 然後他說他跟我講 他說 弟兄 你的苦是沒有白色的 感謝主 以前實在受過教導 我們在為主做見證的時候 假如真的把我們的見證 交通出來的時候 是能夠共益弟兄姊妹 感謝主 我們真是最近 我們享受了提供他的前書 我們要在信仰的畫 並善美健康的教訓的畫上 得了為揚 得了為揚 我們真是 我們願意這樣子來做主耶穌基督的好職事 感謝主 感謝主 那個 因為我在 在我的 現在在海巡署工作 那我負責的案子 有時候 負責船體的安排維修 有時候一個案子大的話 要上役 所以工作的時候壓力是蠻大的 怕一不小心 第一個可能堅持國家 當浪費工堂 也是怕不小心把事情搞砸了 所以工作壓力是有點大 但是我 我慢慢的摸著 我應該跟主更過的親近 所以在我每天開車 從我家到淡水的工作的時候 我早上就來到主的面前 真是把最好的時光獻給我的主 然後我真是能夠做見證 因著這樣子 然後主在我裡面 實在加了能力 使我能夠御復我工作的需要 好的 然後 在這樣的祷告的期間 那有一天 在我 倒讀祷告的時候 我就發現 哇 整個人被充滿了感情 我 我從被恢復到現在 又六七年了 真的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哇 被充滿 被充滿就是 整個人好像飽足了 解了飢渴啊 哇 這種感覺 感謝正媒主 我們真是給你 變你的肥肝 得與飽足 一定叫我們喝你任何的水 感謝主 然後在祷告的時候 我一般都是會為區裡 久不聚會的弟兄姊妹做一下祷告 那這一天在祷告的時候 裡面就有感覺 我們區裡有一個 剛開刀完畢 在家裡做修養 做養 那有這個感覺 要為這位弟兄祷告 那我就順著名語 我的感覺 就會這位弟兄祷告 那我最近 我們看到我們前週 我們上週的嘉訓裡面 是你弟兄的一個負擔 他有提到 只要我們是認真禱告半個小時 我們裡面就有被神推動的感覺 真是 真是非常摸著 所以我們真是願意活在神的膠囊裡 能夠被他光炸 能被他供應 感謝我們的主 我們區裡裡頭的弟兄 他因為自己的規劃 所以變成長期要到大陸去工作 那區裡的弟兄姊妹 也陸陸續續有很多的光景 所以在我們區裡的服侍的弟兄 我們真是看見 我們真是沒有能力 一點能力都沒有 所以我們真是有這樣的看見以後 服侍的弟兄 願意來在一起 來在一起祷告 我們並不是為了解決 一點一個問題來在一起 我們還是看見自己真是 一無所有 一無所事 是一無所能 所以我們只能無依無靠的 我們願意同心合意 願意堅定持續地來到主的面前 我們在祷告的裡面 真是看見我們滿了罪 我們能夠認罪自責 我們能看見自己的攔主 使我們的神在我們身上是沒有辦法工作的 我們願意上到祭壇 真是願意被祭壇的火一直來煉 我們只有這樣站在這樣的地位上 我們的主才能夠在我們身上有地位 才能夠在身上說話光炸 感謝我們的主 真是有這樣主的帶領 雖然我們的環境還在 但是我們是有盼望的 因為我們有主的同在 我們有主的帶領 上來我們的主 我們鄰居有一個 年長的鄰居 以前是我前一個工作 在長榮海陸的就是黃氏 黃氏五六年 那常常還是有到跟他保持聯絡 但是今年實在很虧欠 我還在長一段時間 我一直看望他 那前幾天剛好比較有空 一直看望我的弟兄 不是弟兄 我抱歉 是朋友 那我就跟他見證 跟他分享說 最近我今年 這一年下來的經歷 我跟他做一個分享 那分享完了以後 這個朋友跟我講 他說 以前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已經 一句話都不說了 都是聽我們說 他說 哇 你現在很會說話 你說的話 有條有履 信心十足 雖然他不見得同意 同意不容易 我想我們就問他 感謝主 那我就跟他講 他說 因為我今年 我這麼多年來 一直經歷我們是活的神 他一直帶領我 所以我能夠見證 我能說主的話 但是世俗的言語 我還是不會說 感謝主 前一次我去禮法 禮法的時候 那個老闆就跟我講 他說 他說 看見你好像每天都好喜樂 他說 我天天憂慮 生病 憂慮我以後會死亡 還有我家裡的小孩 很多的煩惱 我好多的憂慮 這個老闆 以前住在我家樓下 每次在特定的日子 就在他家的門口 就在那燒紙錢 那個紙錢一燒 那個業力又往我家灌 我就趕快光為光創了 所以我對這個鄰居 我沒有負擔 傳統的負擔心而已 那今天他既然這樣講 我裡面就有感覺 我說 我跟你一樣 我裡面也是很多憂慮 但是 我有我的神 我能夠把我的憂慮 交給我的神 我說我這個神 他不只是看不見的 但是 他是已經住在我的裡面 我能夠 他活在我的裡面 我能夠把我的需要 跟他說 他也能夠告訴我 要怎麼樣做 我說 我的神是不一樣的 他是創造宇宙的神 是大有能力 他要來拯救我們 感謝主 以前 人自己生命不是那麼成熟 對於武藝的團 並不是常常有自擔的 感謝主 衣的徒帶領 實在是改變了這個人 所以 我們今天的主題 真是在神的家 乃是天的門 所以天在這裡開了 我們真是應該活在 照會的生活的裡面 活在這蒙古的範圍的裡面 感謝我們的主